你好 欢迎来到老杨读红楼 让我们一起细读红楼品味人生 本集主要讲 1.为什么说香云醉卧很美 2.香云半醉半醒说的酒令是什么意思 3.古人的解酒方法有用吗 这一回读到这里 你还记得他的回目吗 他的前半句是 憨香云醉绵勺药音 这个一字旁的音字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有衬礼的衣服 一个是垫子 我觉得这里主要是第一个意思 是说香云酒醉之后睡在花丛中 一层一层的勺药花瓣 就像是一件衣服披在香云身上 这是全书中香云最美的一个场景 那么这个场景美在哪里呢 有的小伙伴会说 场景本身就很美啊 还用分析解释吗 场面的美的确不用分析 我们要分析的是美的内涵 香云醉卧是跟黛玉葬花 宝钗铺蝶同样重要的场景 前面两者都有内涵 都体现了人物的性格 所以香云这个经典场面 也远不是睡了一觉这么简单 首先 为什么香云会跑出来睡觉呢 只看之前玩游戏的一段 香云就连续喝了三杯酒 而没写到的酒肯定还有 书里专门写 林芝孝家的跟探春李丸等人讨论 不要喝多了的问题 就是怕失礼 原文是 恣意痛饮失了体统 那真的喝多了又该怎么办呢 香云就是个例子 她跑出来自己睡下来 她还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为的就是不让人看到 这体现出香云很懂事 其次 为什么香云身上全是花瓣呢 之前我们看了 宝玉跟黛玉藏花 再加上黛玉写的藏花银 你对本书中 花的意思应该有了不同的理解 它并不是只有好看这么一个意象 而是代表着所有女孩们的青春 宝玉和黛玉都是西花人 对应到宝玉身上的表现就是 她希望尽可能帮助女孩 让她们更加幸福 而对应到黛玉身上则是 她希望女孩逝去的时候 能有个更好的结局 那么香云这边是什么情况呢 拿她跟黛玉比一比 更能帮助我们理解 之前我说过 黛玉跟香云出生非常相似 他们都是豪门千金 都是少年时期成为孤儿 但是也略有不同 香云的父母走得更早 可使家还有人 家族并没有消失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香云比黛玉幸福 在叔叔婶婶身边生活的香云 非常辛苦 整天熬夜做针线 而黛玉表面上寄人篱下 却因为有贾母的照顾 可以什么活都不干 整天研究行为艺术 然而我想对比的重点 并不是生活处境 而是生活态度 虽然现实生活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但香云始终乐观积极 在外人面前 她总是大大咧咧 给别人带来欢笑 只有跟她关系特别亲近的 宝钗 席人等少数人 才知道她的痛苦 那香云的快乐是装出来的吗 我并不这么觉得 她只是更会享受生活 这里的享受并没有负面含义 是指放下心中的挂爱 沉下心去体验生活中的美 我们每个人都有痛苦 都有烦恼 黛玉的心就长期被这些东西所占据 导致快乐的时间很少 而香云正好相反 她会珍惜所有能让自己快乐的时光 把痛苦压缩到有限的空间里 所以 之前她一听到大观元启事社就赶快跑来 还要补齐没写过的题目 看到香铃沉迷写诗 她也跟着一起风 这都是能放下心理包袱的表现 基于这一层理解 让我们再看看香云醉卧这个场面 你想到什么吗 她这就是在享受青春的美好 满身的花瓣正是这份美好的证明 虽然这个美好无法长久 即将逝去 而且需要一些酒精的麻醉 才能彻底放松 但是美好真的存在过 香云真的体验过 这就足够了 两相对比 哪怕八十回后 黛玉跟香云的结局都很不幸 对比黛玉多少年来 始终无法放下 香云拥有过体验过的幸福 肯定更多也更加彻底 那我是批评黛玉吗 在网上说话要非常小心 不然就可能引来黛粉的砖头 我再次重申 我不是书中任何一个人物的粉丝 也不明确讨厌和喜欢任何一个主角 黛玉的忧郁有忧郁的美 香云的开朗有开朗的美 我认为之所以作者花费心血 塑造这么多鲜活人物 本来就不想让我们选个目标 去寄托好物 而是想让我们看看 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看到不同性格会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 下面让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原文 一起体会一下香云的美 然后我再接着讲 香云说道 这用时事却使不得 两个人都该烦 香灵盲道 不止时事 这也有出处 香云道 宝玉二字并无出处 不过是春联上或有之 诗书记载并无 算不得 香灵道 前日我读曾家周五言律 现有一句说 此乡多宝玉 怎么你倒忘了 后来又读 李一山七言绝句 又有一句 宝钗无日不生辰 我还笑说 他两个名字 原来都在唐诗上呢 众人笑说 这可问住了 快罚一杯 香云无语 只得饮了 大家又该对点的对点 划拳的划拳 这些人 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 没了管束 便任意取乐 呼三喝四 喊七叫八 满厅中 红飞翠舞 欲动猪摇 真是十分热闹 完了一回 大家方起席 散了一散 忽然不见了香云 只当他 拜托自便就来 谁知 越等越没了影响 使人各处去找 哪里找得着 接着 明知笑家的 从几个婆子来 声孔有正式呼唤 二者 孔丫鬟们年轻 趁王夫人不在家 不服探春等约束 自意痛饮 失了体统 故来请问 有事无事 探春见他们来了 便知其意 盲笑道 你们又不放心 来查我们来了 我们没有多吃酒 不过是大家玩笑 将酒做个饮子 妈妈们别担心 你玩游士 都也笑说 你们歇着去吧 我们也不敢 叫他们多吃了 明知笑家的 等人笑说 我们知道 连老太太 叫姑娘吃酒 姑娘们还不肯吃 何况 太太们不在家 自然玩罢了 我们怕有事 来打听打听 二则天长了 姑娘们玩一回子 还该点补些小食 素日 又不大吃杂东西 如今 吃一两杯酒 若不多吃些东西 怕受伤 探春笑道 妈妈们说的是 我们也正要吃呢 因回头 命取点心来 两旁丫鬟们答应了 忙去传点心 探春又笑让 你们歇着去吧 或是姨妈那里 说话去 我们即刻打发人 送酒你们吃去 明知笑家的等人笑回 不敢领了 又站了一回 方退了出来 平二摸着脸笑道 我的脸都热了 也不好意思见他们 依我说 尽收了吧 别惹他们再来 倒没意思了 叹春笑道 不相干 横竖咱们不认真喝酒就罢了 正说着 只见一个小丫头 笑嘻嘻地走来 姑娘们 快瞧云姑娘去 吃醉了涂凉快 在山子石后头 一块青石板上睡着了 众人听说都笑道 快别吵嚷 说着都走来看石 果见香云 沃于山石辟处 一个石凳子上 夜经香梦成憨 四面勺药花飞了一身 满头脸 衣经上皆是红香散乱 手中的扇子在地下 也半辈落花埋了 一群疯蝶闹嚷嚷地围着她 又用椒帕 包了一包勺药花半枕着 逗人看了 又是爱 又是笑 忙上来 推换晚福 香云口内 游坐睡语说酒令 叽叽嘟嘟说 全香而酒裂 欲斩成来 琥珀光 指引到 眉梢月上 醉福归 却为仪惠亲友 众人笑推她 说道 快醒醒 吃饭去 这朝凳上 还睡出病来呢 香云慢起秋波 见了众人 低头看了一看自己 方知是醉了 原是来纳粮必尽的 不觉得 因多罚了两杯酒 娇鸟不胜 便睡着了 心中反觉自愧 连忙起身 闸政着 同仁来至红香浦中 用过水 又吃了两盏燕茶 探春忙命 将醒酒时拿来 给她咸在口内 一时 又命她喝了一些酸汤 方才觉得好了些 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 与凤姐送去 凤姐也送了几样来 宝钗等吃过点心 大家也有做的 也有利的 也有在外观花的 也有扶兰观鱼的 各自取变 说效不一 探春便和宝琴下棋 宝钗绣烟观局 林黛玉和宝玉 在一簇花下 叽叽隆隆 不知说些什么 上一集的末尾 大观园里的小伙伴 在给以宝玉为首的 四个人过生日 为了兼顾 小姐 少爷 和丫头的文化水平 他们同时玩了 两种游戏 一种是 社富 一种是母战 在宝钗跟宝玉的 社富过程中 宝钗的迷面是宝 而宝玉的答案是钗 别人还没想清楚 湘芸就马上出来反对 说这道题出题的 宝钗和答题的宝玉 都该罚 为什么该罚呢 因为这个游戏 不能用时事 这里的时事 指的是当代的事情 明明宝玉 拿出了古诗作证 怎么能说是时事呢 作为书呆子的代表 湘灵替我们 问了这个问题 湘芸解释说 宝玉这两个字 没有出处 不过是大家的 常用词罢了 要正经书籍上有的 才能算数 可湘灵却说 明明有啊 曾家周 也就是 曾生的五言律师里就有 此乡多宝玉这句话 而李商颖的 七言绝句里也有 宝钗无日 不生辰 之前湘灵在横无院 跟大家一起笑着 说过这个 怎么现在湘芸 反而说没有呢 湘灵的这段话 搞得湘芸很无语 只得又喝了一杯酒 这段话 你看出问题没有 是湘芸 不知道这两句诗吗 湘芸是谁啊 她的才情 在大观园 仅次于黛玉 很多情况下 比宝钗还厉害呢 她怎么可能 不如才学了几个月诗的 湘灵呢 更何况 湘灵明确说 当时自己看到这些诗 专门笑着说过 湘灵是跟宝钗 湘芸住在一起的 笑着说这些话的时候 湘芸多半就在旁边 所以 呆湘灵才很奇怪 湘芸怎么会忘了呢 既然湘芸不可能不知道 也不可能忘了 她为什么要罚 宝钗和宝玉的酒呢 答案还是在 实事这两个字上 湘芸反对的核心是 宝钗和宝玉 都用了跟对方相关的字眼 包含着 影射对方的意思 所以两个人都犯规 听不明白我这句话的小伙伴 肯定没有认真看我上一集节目 请重新看看上一集 这对我们理解 宝 带 拆 三者的关系都很重要 可呆湘灵哪里懂得 这么复杂的关系 她只知道书本上的典故 所以提出了反驳 湘芸当然不可能 当着这么多人 摊开解释宝带拆的事情 因此 只能无言相对 又喝了一杯闷酒 主角们都出场表演过一轮 作者就不再写游戏的细节 他只是说 因为没有大人管束 所有人都放肆地划拳玩乐 非常热闹 只是过了一会儿 突然发现湘芸不见了 又等了一段时间 也依然没有看到他出现 就派人去找 却怎么也找不着 在雅苏贡赏的一段游戏之后 宝玉生日的第一场活动告一段落 这个时候 内院管家 明知孝家的 带着人来巡查 他们一方面担心 主人们有失安排 另一方面 也害怕这些人 不听探春的管束 玩得太过火 有失身份 所以过来请安 问问情况 探春等人看到这些管事媳妇 马上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主动说明情况 他说 酒只是活跃气氛的工具 大家都没多喝 你看到没 这才是酒文化的精髓所在 酒只是一个 让大家放松情绪的工具 谁说 不喝醉就不痛快 不喝倒就没诚意 有这种想法的人 不但糟蹋酒 糟蹋身体 还糟蹋了文化 李丸和尤氏 作为长嫂 也跟着说话 他们让林芝孝家的 带人去休息 有他们两个监督着呢 林芝孝家的 赶忙解释 说自己知道 小姐们有分寸 哪怕贾母 让她们多喝点 姐妹们也不会多喝 更何况 现在这个时候 之所以自己带人过来 只是打听一下 主子们的需求 看看是否还需要 再准备些吃的东西 免得光喝酒伤身体 你看到没 想当好贾府的管家 要明白自己的身份 还要说合适的话 林芝孝等人 明显有监督的意图 但并不能表达出来 因为这会让主子们 觉得不舒服 面对这一大堆主人 跟面对某个少爷 小姐的情况不同 面对单个少爷小姐 作为长辈 她可以说些注意事项 这在之前 她面对宝玉的时候 有展示过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 在座的既有以探春为首的 家族管理团队 还有她的直属领导代言人 平二 她是一点都不能体现出 以老卖老 或者不信任主人 自我管理能力的意思的 因此 她只是强调来做服务 那主人们清楚这一点吗 从探春 礼丸和尤氏的反应就看出 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这就是 贵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既然大家都熟悉套路 探春也就顺着 林芝孝佳的话 继续往下说 她肯定了对方的建议 让丫头们去拿些点心过来 探春也让这些管事媳妇们 去休息 建议他们 去薛姨妈那边聊天 还说 会送些韭菜给他们吃 林芝孝佳的带着这些人 都笑着推辞 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你会不会奇怪 之前贫儿面对林芝孝佳的 那么严厉 这次她怎么不说话呢 书里马上就做了解释 这是因为贫儿今天高兴 酒喝的不少 脸红了 她不好意思见这些人 她建议探春结束活动 免得过一会儿 这些人又过来 让大家没意思 可探春却说 不用担心 只要不喝多 那就没关系 在这里拿贫儿 跟探春做对比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 看到探春的性格 她讲原则 不怕事 也不怕承担责任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小丫头 笑嘻嘻走过来 让大家去看湘芸 她说 湘芸喝醉了 在甲山后面的石凳上 睡着了 大家听了 都笑着说别吵 悄悄一起走去看 下面就是 湘芸在本书中 最经典的一个场景 她躺在山石后面 偏僻的一个石凳上 因为酒后睡得沉 没怎么动 所以四面的勺药花 落了她一身花瓣 就连湘芸落在地上的扇子 也被落花埋起来了 周围还有一群蜜蜂 蝴蝶 围着湘芸飞 为了舒服 湘芸用精致的手帕 包了一包勺药花瓣 当枕头 大家看了 又是爱 又是笑 但最终还是 把湘芸叫着扶起来 湘芸被大家推行 迷糊之间 她又说了一个 自己酒令的答案 全香而酒裂 欲展成来 琥珀光 只引到眉梢月上 醉浮归 却为仪惠清友 全香而酒裂 是古文 来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讲的是 欧阳修贬官之后 借助游完山水 排浅心绪 之前 大官员警务提名 也涉及过这篇文章背后的意境 从积极的角度看 她讲的是 如何放下 如何享受生活 从消极的角度看 这是 试图失忆以后 自我安慰 每当人们 想退一步海阔天空 希望从 放下中找到快乐 就会想到这篇文章 欲展成来 琥珀光 来源于李白的诗 《课中行》 全诗是 蓝陵美酒 玉京香 玉碗成来 琥珀光 但使主人 能醉客 不知何处 是他乡 我的翻译是 山东 灵仪的美酒 像 玉京香一样芬芳 倒在 玉色的碗里 泛出 琥珀一样的光芒 主人端出 这么好的酒 一定会让客人 醉倒 忘掉自己身处 异乡的忧伤 这里顺便说一句 山东灵仪这个地方 现在不怎么出名 却跟两个大家都熟悉的词相关 一个是 蓝陵王 打王者荣耀的小伙伴 肯定知道他是谁 另一个是 狼牙榜 爱刷剧的小伙伴 也肯定知道 蓝陵和狼牙 都是灵仪的古地名 山东人爱喝酒 是出了名的 所以李白当年走到这里 感觉很爽 把什么东西都忘了 梅梢月上 是古牌名 我们现在更喜欢反过来说 最符规是取牌名 一会亲友 是历书里常见的提示 整体上 湘云这第二个酒令 说的就是 他对今天自己行为的总结 痛苦有没有 有 跟欧阳修一样 湘云的心中也有痛苦 但是 这些痛苦不能阻止他开心 而今天的酒宴 就像是 李白描写的场景一样 那些好酒 足以让人忘记 寄人篱下的惆怅 湘云希望自己的快乐 能延续到晚上 最好被人扶回住处 因为有亲友在身边 所以他非常快乐 小伙伴们彻底推醒湘云 让他回去吃饭 还说 在石板上睡觉会生病的 湘云慢慢睁开眼睛 再低头看看自己 才知道刚才醉倒了 他本来 只是想在清静的地方乘凉休息 没想到酒力上来就睡着了 湘云觉得被人发现睡在这里 多少有些失礼 不免有些惭愧 就连忙挣扎起来 跟大家回到 红香浦的大厅里 探春非常贴心 他赶忙让湘云喝了两碗浓茶 派人拿来醒酒时给湘云含着 同时还让他喝些酸汤 湘云这才感觉好了些 喜欢喝酒的小伙伴可能会眼前一亮 古人居然有这么神奇的一套 醒酒流程 你别开心得太早 古人确实有这个流程 涉及的方法也不止一本书里提到过 但是 它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首先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 酒醉后 喝浓茶 不但没有好处 还有坏处 因为茶叶里 并不含有任何能够缓解消化道酒精刺激 或者帮助肝脏分解酒精的成分 茶叶中的茶多酚和咖啡因 只能进一步刺激大脑 让人更加兴奋 无法放松休息 而休息是最好的解酒方式 其次 虽然酸汤中的醋酸 可以帮助酒精在体内代谢 减轻一些酒精引起的头痛和恶心 但这个作用非常有限 也非常缓慢 而醋酸还可能进一步刺激 酒后原本就很脆弱的消化道 让你更不舒服 最后 这个醒酒时是什么 它有用吗 对此 步伐有一些神秘学的解释 我比较认同的是 它就是碳酸氢钠 俗称小苏达 酒后服用一些碳酸氢钠 可以中和胃酸 缓解胃部的不适 同时 还能提供身体一些 所需的电解质 比如钠 酱和氢 但是 它同样不能真正解酒 只是缓解一些 酒精引起的症状 你可能会问 一个一个都不能解酒 那为什么书里说 香云感觉舒服了呢 而且 浓茶和酸汤的方法 不是一直流传到现在吗 请你注意 香云已经睡了一觉 这才是醒酒的关键 之前刘姥姥在怡红院 睡了一觉之后 也清醒了很多 跟很多中医流传下来的方法一样 古人的生活经验 往往并不科学 由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并不明显 这很容易让人总结出 错误的结论 一百年前 鲁迅抨击中医 举的那些例子就是如此 那么 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解酒吗 现在那些号称 能帮助解酒的保健品 行不行呢 呵呵 我不想跟做生意的人拉仇恨 只是从底层原理 给你说说这件事 酒精在体内消化的过程 是通过肝脏中的消化酶实现的 它能让酒精被氧化 变成二氧化碳和水 所以如果有一种东西能解酒 那它必须能帮助肝脏 产生更多消化酶 只是很可惜 到目前为止 科学上还没有发现这种成分 所以那些号称 有解酒功能的食品和药品 到底有没有用 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在这个热闹的场合 几乎所有贾府留下来的主人 都来到大观园 但是还有个重要人物没来 那就是还在养病的凤姐 大家没有忘了她 专门送了一些菜过去 凤姐也还礼 送了几样菜回来 姐妹们吃了些点心 就开始自由活动了 跟之前施舍活动一样 在风景优美的大观园 有人站着 有人坐着 有人看花 有人看鱼 汉春和宝琴在下棋 宝钗和绣烟在旁边观看 黛玉和宝玉则在花丛旁聊天 这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那么宝玉和黛玉在聊什么呢 下一集我再告诉你 请随手点赞 让更多人了解 并爱上红楼梦 你们下次再来